好 下方看股东违反出自义务的另一种情形 抽逃出资 我们在前面讲股东违反出自义务 其实无非两大类表现 第一大类出资不足 该你出的钱没有出或者是没有出到位 我们在前面讲的四种情形都是针对出资不足 第二大类是抽逃出资 这个抽逃出资它指的是股东已经履行了他的出资义务 但是又采取不合法的手段 把自己的出资从公司当中抽回的行为 所以大家看抽逃出资是非常形象的 股东你已经把你应该交的财产给了公司了 但是你又把这个财产抽出来逃走了 所以叫抽逃出资 抽逃出资它的后果跟出资不足 在实质上其实是一样的 都是导致这个公司的资产要么是不足的 要么就减少了对吧 所以出资不足抽逃出资都是股东违反 出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而抽逃出资应该说比出资不足更为恶劣 为什么这么讲 出资不足这个股东要么没有出 要么没有出到位 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 因为他没有履行嘛 但是抽逃出资是股东已经履行完毕他的出资义务 又以某种手段把他抽走了 而这种手段极有可能是非常隐蔽的 是吧 所以抽逃出资也是要承担相应责任的 好 在考试当中 首先抽逃出资的认定 我们如何认定股东抽逃出资呢 大家记住 但凡是股东在出资以后 又以各种不合法的手段 把出资抽回的行为都叫做抽逃出资 典型的抽逃出资的表现 第一 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 比如说张三这个人 他在A公司里面出资100万 好 这100万已经打到了A公司的账上 他怎么抽逃出资的呢 典型的第一种情形 他虚构了A公司跟自己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 伪造了一个欠条 说A公司欠自己50万 好 于是呢 从A公司账上转了50万给自己 这就是非常典型的抽逃了50万 对不对 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 好 再看 第二 制作虚假的财务会计报表 虚增利润进行分配 比如A公司当年其实一分钱都没有挣 但是呢 所有的股东一致干了一件事情 虚增了A公司100万的利润分掉了 所以大家看 他们分的其实根本就不是利润 而是自己出到A公司里面的那个出资 对不对 分的是A公司账上的财产 所以这也是典型的抽逃出资 好 再看 第三 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 比较典型的 比如说 张三跟A公司之间有一个交易 张三卖给A公司一批货 这批货本来只价值5万块钱 但是A公司付给张三50万 那就相当于张三从A公司抽逃了45万 好 除了这些典型的表现之外 还包括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 在司法实践当中 一般认为以下情形要认定股东抽逃出资 好 具体的表现 公司在减资的时候没有通知债券 导致债券 未能在公司向股东返还出资之前 要求清偿债务或者是提供担保的 我们在后面讲到公司减资 大家想公司减少注册资本 对债权来说是不利的 对吧 所以根据规定 应当要通知和公告债权 而债权有权利要求公司在减资以前 要清偿自己的债务或者是提供担保 否则的话 他的债权就没有保障了 好 这个地方讲的就是 公司减资 根本就没有通知债权 比如说A公司原来注册资本1000万 现在要减资200万 有一个债权银行 本来欠了银行1000万 是能够还的 但是根本就没有通知他 好 于是就导致 银行没有能够在A公司减资以前 要求A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 然后A公司就把这200万返还给了 张三等股东 大家想 其实就相当于这些个股东 把自己出到公司里面 公司本来可以用来清偿给债权人的钱 给分掉了 对不对 所以他是抽套出资 好 再看 第二种表现 不符合利润分配条件 向股东分配股利或者是固定的收入 跟我们前面讲到的 制作虚假的财务会计报表 虚增利润进行分配 道理是一样的 比如A公司 他当年可能是亏损的 好 结果呢 股东一致决议 不管公司赚钱还是亏损 每个股东都获得10万块钱的固定收益 那么这10万块钱 其实他不是A公司的利润呢 就是股东出到A公司里面 那个出资本来是A公司的财产 他们分掉了 对吧 所以抽套出资 好 再有股东之间转让股权 而公司为此提供担保 好 为什么他也是抽套出资的表现呢 比如说 张三 他把自己的股权 不是出资100万吗 我们假定啊 作价100万 转让给另一个股东 李四 正常情况下 应该是 李四向张三付款100万 张三把这个股权呢 转让给李四 好 结果 李四没有付张三的钱 由A公司提供担保 最后李四付不了钱 A公司向张三付了100万 大家想想 其实就相当于他俩一起合谋 从A公司当中 抽走了100万 对不对 因此呢 这是很典型的抽套出资 所以抽套出资的认定 大家记住 但凡是股东在出资以后 又采取任何不合法的方式 把这个出资抽回的行为 都叫做抽套出资 好 下面我们看 股东抽套出资将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 首先 针对这个抽套出资的股东本人而言 对公司应该怎么样 返还所抽套出资的本经济利息 对公司而言 他跟股东出资不足道理是一样的 你出完了以后又把他抽走了 拿了我的你得还回来 所以对公司应该要承担返还所抽套的出资本息 而谁有权利要求他返还呢 公司和其他股东都有权利要求 该抽套出资的股东返还 注意这个主体 在考试当中是有可能出现的 好 这是对公司 而对债权人而言 大家想 如果你不抽套的话 公司本来有足够的资产可以还给我 就是因为你抽套出资 所以导致公司没有足够的财产还给我 因此债权人有权利 要求该抽套出资的股东 在他抽套出资本息范围内 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 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好再看 针对另一类人 什么人 帮助犯 因为极有可能抽套出资 该股东一个人是完不成的 所以协助起抽套出资的其他股东 董事 高管 实际控制 这些人有没有过错 股东抽套出资就是错误的行为 你还帮助他实施 所以对这样的帮助犯有过错的 为此承担连带责任 比如说前面举的例子 张三在A公司出资100万 好后来他通过什么方式抽套 跟A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他卖给A公司价值5万块钱的货 但是呢 A公司付给他50万 而A公司怎么能付给他50万呢 张三 找到一个高管 跟他讲 就这么个事 你帮我跟财务说一声 让他直接给我打50万 于是这个高管就成了一个帮助犯了 对不对 所以他也有过错 那么要为此承担连带责任 好 下面总结一下 股东违反出资义务 我们说了 其实无非就是出资不足 抽套出资 将承担的责任 首先该股东对公司而言 如果是出资不足 那么就应当补足 如果是抽套出资 那就应当返还所抽套的出资本息 而谁有权利要求呢 公司跟其他股东都有权利要求 好 这是针对公司 该股东对债权人而言 债权人有权利要求他 在出资不足 或者是抽套出资本息范围内 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 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好 涉及到其他相关的责任人 涉及到哪些人呢 关键看是哪一个环节 出资不足或者是抽套出资 首先公司设立的时候 出资不足的 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 因为他们对此是完全知情的 因此呢 要对上述责任承担连带责任 只不过他们在承担之后 可以向该股东追偿 好 再看第二 如果是增资的时候出资不足的 对此有过错的董事高管 应当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只不过在承担之后呢 也是有权利向该股东追偿的 好再看针对抽套出资的 那就是帮助犯 协助其抽套出资的其他股东 董事高级管理员实际控制 要为该股东的上述责任 承担连带责任 但是同样在承担之后呢 是有权利向该股东追偿的 好再有就是针对显明股东 显明股东不能引起只是显明股东 为由面择 也就是说他应当向债券承担 在他名义上出资不足 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 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只不过他在承担之后 可以向实际出资人追偿 好根据我们所讲 我们看再个例题多全题 根据公司法律制度的规定 公司于成立后 与其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特定情形 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 请求人民法院认定该股东抽讨出资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问下来各项中属于该特定情形的 让你判断哪些情形构成抽讨出资 公司不符合利润分配条件 向股东支付固定收益 这是非常典型的抽讨出资 它分配的不是利润 而是什么 而是公司的资产 也就是股东出到公司里面的钱 好 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 将出资转出 这是非常典型的抽讨出资 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 虚增利润进行分配 也是典型的抽讨出资 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 也是抽讨出资 所以我们说了 但凡是股东出资以后 又以各种不正当的手段 把这个出资抽回的行为 都叫做抽讨出资 所以本题ABCD全选 好再看19年这个多选题 假公司股东吴某抽讨出资 根据公司法的制度规定 下来个讲中 有资格对吴某提起 向公司返还出资本息之诉的 谁有权利要求呢 我们说了公司及其他股东 好 A假公司这是正确的 B假公司的其他股东也是正确的 C和D都是错误的 所以这个题正确答案应该选A和B 好下面我们看 股东违反出资义务的其他后果 这里面主要是两个问题 第一就是股东违反了出资义务 我们要不要限制他的股东权利 要不要解除他的股东资格 再就是第二公司获债权要求该股东承担责任 他能不能够以诉讼时下进行抗辩 好首先看第一个问题 要不要限制他的股东权利 解除他的股东资格 大家考虑 比如张三这个人 跟我们一起投资办公司 他承诺在公司成立的时候就出资100万 结果公司成立20年了 他一共只出了3万块钱 大家想在分利润的时候 我们按照100万给他分吗 这肯定不公平 好再有就是如果张三一分钱都没有出 他每年还来开会 来表决 来分利润 大家觉得合适吗 也不合适 因此公司法就规定 第一 对于出资不足或抽讨出资的股东 公司有权利限制他的股东权利 比如我们刚才讲的 本来张三你出资100万 结果只出了3万块钱 这是非常典型的出资不足 所以公司限制他的股东权利 在分利润的时候不好意思 你只能够按照3万块钱来分 好再有第二 对于合理期限内 仍然不缴纳或者是返还 所抽逃的出资的 也就是说公司告诉这个股东 你赶紧缴 或者是你抽逃的出资 赶紧给我还回来 但是他在合理的期限内 仍然不缴纳或者是返还 那在这种情况下 公司有权解除其股东资格 但是大家要注意 关于解除股东资格 在考试当中是很重要的第一个问题 应当由谁来表决 股东会做出决议 为什么不是董事会或监事会呢 我们在后面讲到公司的组织机构 大家就明白了 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 董事会监事会当中 绝大多数的成员是股东会选举产生的 所以怎么可能通过董事会监事会 来解除股东资格呢 只能够通过股东会决议 再有第二 大家想 如果说张三这个人 他不是说一分钱都没有出 也不是说抽逃了全部 他在公司里面还有那么一点出资 能够解除他的股东资格吗 不可以 因此解除股东资格 只能够针对有限资议公司 全额没有缴纳 或者是抽逃了全部出资的股东 好下面我们看 关于股东违反出资义务 是否适用诉讼实效的问题 这里面具体就涉及到 股东对公司的责任和对债权人的责任 首先公司或其他股东 要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 股东不得以诉讼实效为由 进行抗辩 举个例子 比如说 2015年的1月 贾一炳三个人各出资十万 设立A有限资议公司 章程规定 公司设立的时候出资一次缴纳 但是假一直没有出资 好 现在公司或其他股东 要求这个假 缴户出资 假能不能说 现在都哪年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 早过诉讼实效 适用诉讼实效吗 答 不适用 大家记不记得 我们在前面讲到 诉讼实效的适用范围的时候 应该有印象吧 在诉讼实效的司法解释当中 我给大家总结了 叫投存在 对不对 其中投就是什么 基于投资关系而产生的 缴付出资的请求权 这就是非常典型的 而存呢 是要求返还银行存款 本经级利息的请求权 而那个债指的是债 是兑付国债 金融债权 以及向无特定对象发行的 企业债权本系的请求权 所以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了 对于股东违反出资义务 我们要求他承担相应的责任 是不适用诉讼实效的 为什么不适用 道理很简单 大家想想看 如果适用诉讼实效的话 首先对公司和债权是不公平的 比如说公司要求假 你缴足十万 他说 早过诉讼实效了 好 公司就少了十万块钱 同时对债权人来说 我按照公司的注册资本 大概判断一下 公司资产如何 与他进行交易 结果 现在少了十万块钱 我都不知道 是吧 好 再看 对其他股东而言 也是不公平的 为啥呢 一柄两个人 他们是现实的出资 出了十万 结果假 一分钱没出 如果是用诉讼实效的话 那假 他啥也没出 但是他照样在公司里面表决 分利润 如果你是乙饼的话 是不是要吐鞋 是吧 所以公司要求该股东履行出自义务 股东是不得以诉讼实效为由进行抗辩的 再看第二 对债权来说 道理是一样的 没有过诉讼实效的债权 要求该股东承担责任 什么责任 在他出资不足或抽套出资本息范围内 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股东也不得以诉讼实效为由进行抗辩 好 这就是股东违反出自义务的其他后果 根据我们所讲 我们看这样一个多选题 某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股东资格解除与认定的下列做法中 符合公司法的制度规定的有 A 股东家为依照章程规定缴纳出自董事会 通过决议解除其股东资格 我们刚才说了不可以 只能是股东会 B 股东已并故之后 期期作为合法继承要求继承股东资格 公司因章程中关于股东资格不得继承的规定 予以拒绝 这是可以的 我们在后面会专门讲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可以当然继承 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出来 好 新选项 股东饼抽逃了部分出资 股东会通过决议解除其股东资格 大家看 经济法的考试当中是有陷阱的 他抽逃了部分出资 并没有抽逃全部 所以限制他的股东权利没问题 但不能解除他的股东资格 再看B 实际出资人丢 请求公司解除显明股东物的股东资格 并将自己登记为股东 因为或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统一 公司立以拒绝 这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在后面要讲到 显明股东跟实际出资人的关系 所以这个题正确答案应该选B和D 好 再看 再个例题 案例分析题 2015年8月8日 甲乙丙丁共同出资设立了一家有限子公司 下称公司 你在公司设立时 以机器设备折合30万用于出资 而该机器设备的实际价值仅为10万块钱 说明他出资不足 好再看 2021年9月 公司不能清偿欠物的100万元债务 勿要求已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但已认为自己出资不足的问题已过诉讼失效 这个抗扁显然是不成立的 问 第一 以出资不足 甲乙丙丁是否承担责任 答 都要承担责任 首先 以作为出资不足的股东本人 他应当要补足 而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甲乙丁 要为此承担连带责任 好 是否有权要求已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是有权利的 作为债权 有权要求出资不足的股东 在出资不足的本息范围内 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责任 好再看 第三 你认为已过诉讼失效的说法是否正确 当然是错误的 是不适用诉讼失效的 所以答案就是第一 应当承担 对于出资不实的行为 应当由以补足其差额 而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甲乙丁 要对此承担连带责任 第二 债权是有权要求的 因为债权有权要求股东 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 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好 再有第三 他认为过了诉讼失效 这是不正确的 公司或其他股东要求其旅行 或者是债权要求其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是不受诉讼失效限制的 不承担练责任 近期以外的颜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